42歲黃先生十多年前 因為肚子硬硬的就醫檢查 確診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當下非常慌張 透過醫師治療穩定服藥 從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 成為如今四個孩子的爸爸 生活如常家庭事業都未受限制 就是走著走著 我就按壓自己的身體 就覺得說奇怪 我肚子怎麼硬硬的 結果就說 因為我本來在大陸工作 所以就趕快回來台灣說 趕快做個檢查 結果醫師就安排檢查說 我的皮脹腫大 腫的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說奇怪怎麼會這樣 所以就轉成說 是不是懷疑說血液的問題 所以就檢查說 血液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想到欸真的 因為本來我們傳統就是說 白血病就是骨髓移植 就是很痛苦 頭髮掉光光啊 對啊 所以也是沒有想到說 還有因為醫師有跟我講說 慢性跟急性的問題 那我這個是屬於說慢性 補髓性白血病 所以說用吃這個標靶藥 就可以控制這樣 血癌對國人的威脅持續上升 不僅108年新增達到約2500位患者 108年更成為我國男性 第九排名的耗發癌症 且研究顯示超過六個月以上 才治療的患者 五年死亡風險多一成 那我們在台灣的話 這幾年來的這個資料的統計 如果大家從民國99年 到前兩三年108年 可以發覺說整個白血病 其實就是血癌 其實是在增加 那增加的數目真的還蠻觸目驚心 從99年一年大概發生 1800例的同胞 那到108年已經到2600例了 那10年來竟然增長了43% 所以血癌真的是 我們國人需要注意的疾病了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是說看 在男性的話 在幾年前這個血癌在男性是第十位 那到108年他又增加到第九位了 所以也不是只有大腸癌 肺癌這些威脅 今天血癌在男性的也是一個威脅 已經到第九位了 要很注意他 那到底血癌是什麼樣的疾病 大家當然是痰癌色變 那基本上如果大家看這個圖的話 就是我們像是我們骨髓的一個私癒圖 那這些有一些彎彎曲曲的 有各種形狀反而是好的細胞 因為我們的白血球 各種各式白血球 所以當然當然形狀不太一樣 那但是今天這個血癌細胞 它是疑似性的 就紅紅的 就是代表它很厲害很會清洗 那如果是再更多的話 就是血癌的數目就增加起來了 那所以當好的細胞就沒有辦法去作用了 這就是血癌 好 那血癌的話其實可以分四個種類 有急性淋巴性 慢性淋巴性 急性骨髓性 那今天的主題是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聽到是慢性的話以為就比較OK 但是其實還是會致命的 那整個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我們可以看這個示意圖 它大概佔所有的前面講過四種血 大概佔17% 也是有相當的比例 但是主要是這個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實在過去幾年來 四年來人數也增加了1.5倍 剛才也是有講到全部都在增加 而這一個它也是在增加 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其實是染色體 第九對跟第二十二對 形成不正常的一個基因的轉位 我們叫做廢城染色體 因為當年是在美國廢城 首先發表全球發現了 這個致病的這個染色體這個基因 那就是第九對染色體 有一段斷掉在這個地方 第二十二對染色體上面的斷掉了 那兩個接起來 這個異常的基因 異常染色體的結合 讓癌細胞不斷的生長分裂 那產生了今天所謂的慢性骨髓性的血癌 那我們當然國人會很想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知道說 我們有可能得到這個疾病 所謂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它當然有時候不是那麼有特異性 就是當然很多病有會疲倦 那有些可能會稍微的發燒 那有些貧血的症狀 那體重莫名的減輕 那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常常會皮脹腫大 這個是這個疾病比較常見的 但是我們病有怎麼知道自己有皮脹腫大呢 因為不會觸摸啊 那一個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的腰圍褲帶怎麼越來越大 但是人其實是減輕可是怎麼腰圍褲子穿不下 其實有一點就是相當這樣的警訊 那首先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這些壞細胞一個原則就是要除二物禁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不正常的細胞 能夠把它消滅掉到越低的狀況 這時候就是監測不到 那這個治療效果一定會非常好 然後就不會變成急性血癌的變化 然後變化的治療效果越好 它的存活距越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追求最深的一個分子治療的一個反應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有這麼深的治療反應在臨床上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從這個表格 只要你治療深度越深 它之後惡化機會就是沒有 如果你治療的一個幅度雖然有進步 可是不理想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還是有蠻高的機會 會變成急性白血病 然後一旦到急性白血病 這個治療上就很棘手 然後常常如果沒辦法做幹細胞移植 這些病人大概沒辦法長時間的存活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理事長剛才也跟我們說 這個疾病分為三個時間 有慢性期、加速期跟急性期 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的藥物 也就是標靶藥物 所以如果在慢性期早一點診斷 我們用標靶藥物 絕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可是一旦譬如說我們延緩或是比較延誤 治療來講 進入所謂的加速期跟急性期 除了標靶藥物之外 那這些病人就要做 所謂血液幹細胞移植 然後治療過程就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治療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希望能夠在最早期的慢性期 就診斷出來 就開始用很好的藥物 然後持續用好的藥物 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 之後就不會到所謂的加速期 或是急性期 另外也有醫師提醒病患的用藥穩定中藥性 切勿擅自停藥 一切必須遵從醫主 門診中就有許多不當的停藥案例 我再提另外一個 也是個年輕女性 她也是罹患這個疾病 那她當時用低帶用藥控制很好 但是過了一陣子 突然她繞跑 聯絡不到 那我們的個案關係是 好像也聯絡不到她 但是她停藥的那個 她沒有來看病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分子 身份已經達到測不 幾乎測不到了 然後大概過了一年多 她抱一個嬰兒來 嚇一跳說 你原來去生個嬰兒 她就是停藥 她想說吃藥恐怕會對懷孕不好 所以她就停藥 然後去生個小孩 但是嬰兒抱來的 一個月之後就轉成急性血 因為已經一年都沒有吃藥 那她轉成急性血之後 我們用第二代的藥控制很艱難 控制不太下來 背部要打正式的化學治療 頭髮都掉光 後來還是勉強靠了骨髓一直 救了她的命 所以就是說 如果要停藥 特別是大年輕人 如果真的是得到 有希望能夠生育下一代 可以跟醫師好好的智商 男性沒有影響 女性的話 可能略有一半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用其他的藥物 暫時比方說暫用干擾術 這樣來讓她懷孕成功之後 再來重新用藥 尤其在現在的時代如何教授所介紹 其實如果到了完全測不到這個基因的話 經過個良好的觀察 也有可能可以停藥的契機 但這部分一定要跟我們醫生們好好來配合 讓我這個血癌 非常緊張 非常擔心 所以一開始的用藥習慣非常好 非常規律 然後那時候治療效果也很好 然後分子生物也非常深 那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就開始輕哭了 因為他覺得他身體跟其他人沒有不一樣 那假如說吃藥是不是有點麻煩 反正我都好好的 所以他就即便我開藥 他就是沒有吃藥 然後我怎麼會發現呢 因為我們會定期的去追蹤 會追蹤所謂分子生物的一個效果 我發現越來越差了 那大概越來越差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藥沒有好好吃 第二個真的有一些非常頑固的一個壞細胞跑出來了 那這時候非常麻煩 所以在經由我拷問之下 他走出來回答說他沒有好好吃藥 那這時候就再次跟他提醒說 一旦變加速期變急性期 我想這如剛剛理事長有提到 這些病人大概就沒辦法 只有標榜藥物還要做化療 甚至做移植很辛苦 所以就請他好好吃藥 那又過了三五個月 他又恢復到很好的狀況 到現在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都很好 所以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有好的藥物 而且不需要支費 這個支費藥物非常非常貴 可是我們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只要這個診斷就可以使用 包括第一代或第二代 那當然這邊我要提到 第二代的一個效果是更快更好 然後剛才我想理事長也提到 有些人在治療很好很深 又很久的狀況下 是可以評估停藥的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只要我們具備好的條件 在醫師的一個評估之下 甚至有些人如果要做懷孕 或是停藥來講的話 只要能夠專業的評估 在停藥的過程中 嚴密的監控 那我想這絕大部分病人都沒有問題 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狀況 請務必請務必一定要固定的吃藥 固定的時間 定期的血液的追蹤 面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療 持續規律的用藥是疾病控制的重要關鍵 能在早期控制就無需走到移植這一步 切勿因感到不適或各種原因擅自停藥 才能與疾病長期和平共處 也有機會走向不再服藥的生活 記者溫宇俊台北報導